尼西米纪第四章 当参巴拉听见我们正在重建城墙 就很愤怒,非常恼恨,并且讥讽尤大人 在他的兄弟和萨玛利亚的军队面前说 这些软弱的尤大人在做什么呢? 想自己修筑城墙吗? 想要献祭吗? 想要在一天之内完成吗? 想要使废土堆中被火烧过的石头复活吗? 雅门人多比亚在参巴拉旁边说 这些人建造的,只要一只狐狸走上去 石墙就崩塌 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 我们被藐视 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到他们头上 使他们在被掳之地成为略物 不要遮蔽他们的罪孽 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 因为他们在这些建造的人面前惹你发怒 这样,我们重建城墙 把全部城墙连接起来 城墙达到一半的高度 因为众人都全心做工 当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亚实图人听见耶路撒冷城墙重修工程仍然进行 已经堵塞城墙的缺口 就非常愤怒 他们就一同计划阴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制造混乱 所以我们向我们的神祷告 又因他们的缘故 设立守卫 日夜防备他们 因为有些犹大人说 搬运的人气力已经衰弱 但瓦力仍多 我们不能再建城墙了 同时 我们的敌人说 趁着他们不知道 还未看见之前 我们就进入他们中间 杀死他们 使那工程停止 住在他们附近的一些犹大人 也曾十次前来通知我们说 他们将从各方上来攻击你们 所以我分派众人站岗 在低洼或高处 在城墙后隐蔽处或空旷的地方 叫他们按着家族 带着刀、枪和弓 我巡视之后 就起来 对贵族、官长和其余的人民说 不要怕他们 要记得主是伟大可畏的 要为你们的兄弟、儿女、妻子 和你们的家征战 我们的仇敌 既然听见我们知道了这阴谋 神也破坏了他们的阴谋 就不敢来了 我们全都回到城墙那里 个人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 从那天起 我的仆人一半工作 一半紧握着枪、盾牌、弓和盔甲 众领袖 都站在尤大全家的后面 那些在城墙建造城墙 搬运重物的 都是一只手做工 一只手紧握兵器 建造的人都腰间配着刀来建造 吹号角的人在我旁边 我对贵族、官长和其余的人民说 这工程浩大 范围广阔 我们在城墙上彼此相隔很远 所以 你们无论在什么地方 一听见号角声 就要集合到我们那里来 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 我们就这样做工 一半人紧握着枪 从黎明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 那时 我又对众人说 个人和他的仆人 都要在耶路撒冷城中过夜 这样 他们可以在夜间 做我们的守卫 日间工作 这样 我与我的兄弟 我的仆人 和跟随我的人 都不脱衣服 个人时常右手 拿着自己的兵器 我所说的 以前这里 我对你 所以 就算了 留意 الج充钱 我